大家好 我是阿伯 早幾天遇到了一個女的同學 她說她結婚以後總是感覺到沒那麼幸福 其實女的嘛 嫁了老公總是很幸福的 是不是 你要想到那個男的又出去做事 又出去掙錢 那男的肯定是很喜歡嘛 是不是 其實所有的朋友們 你們應該也知道 如果是一個男的話 他特別喜歡自己老婆的話 他肯定會經常說的 他出去打工他也會經常說的 會對自己的喜歡的那個因素 你去不去切啊 喝起來是什麼的 經常會問是不是 還有 你餓不餓呀 做飯給你吃啊 其實男的是很體貼 女方的 還會說 如果是在街上的話 你在哪裡呀 我去接你呀 如果是受到什麼委屈啊 他也會說 不要怕 有我在 不知道 朋友們 你們的老公 而且是男朋友 是不是都這樣 經常對你們說 如果有這樣對你們說的話 你們就要覺得很幸福了 先做飯吃 先做飯吃先 今天晚上做辣椒釀吃 先洗一下先 來 拍一拍 來 拍一拍 來 拍一拍 再把这个 辣椒这个 不知你们那里是不是这样做 把这个辣椒籽除出来 以后就把那个柚酿到里面 这个辣椒很嫩的 不是很辣 辣的话我也吃不了了 我也是喜欢吃嫩的 太辣了 测色不得了 你们打电话上来叫小林 叫小林 叫小林上来吃饭 好吃 一会儿掉了 这些辣椒已经把纸 搂出来了 等下就酿得幼症去 煮熟就可以吃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